他曾是春晚的钉字户连登了14次春晚 一手相天在界500年让他成为了乐坛公认的帝王之声 伪光正的形象也深入人心 但万万没想到这样的韩磊老师也翻车了 目前韩磊被前经纪人实名举报了税务问题 随后当初与韩磊合作的中式金鼎传媒公司发布了官微 声称经纪人已经将所有的资料邮寄给了税务部门 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正是勤劳 从秦浪晒出的合同中显示 韩磊唱一首歌85万 两首主题曲一个20万一个40万 秦浪表示自己在2020年合查时才发现 韩磊这些年签订的合同中有大量的问题 存在少交或者漏缴个人税 他已经将相关材料交于相关部门 希望韩磊能早日补交做一个真正得意双心的艺术家 但合查这东西不是季度一小审 年度一大审吗 怎么年年审核的时候没发现 时隔三年才发现问题啊 其实早在2020年10月和2021年3月 秦浪就起诉过韩磊 两人从2013年到2018年合作了五年 三年前双方就终止了合作 而在今年9月13日 秦浪再次将韩磊告上法庭 原因是韩磊曾承诺将向公司支付演艺收入的20%作为代理费 但这只是口头之约 双方并未签合同 因此在不合作之后 韩磊并未向秦浪支付3500万的分成 但这次的上诉由秦浪败诉而告终 那两人闹掰真的只是因为这3500万的分成不到位 其实这两人不仅是校友 而且还是亲密的朋友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甚至对驳公堂 10月11日韩磊现身洛阳试运会 申请现场不忘初心 然而第二天他的前经纪人秦浪 就将漏税的资料提交相关部门 韩磊到底做了什么 让曾经合作五年的经纪人反手实名举报自己 要说艺人与谁最亲密 那绝对是自己的经纪人呢 艺人的资源都要经手经纪人 从活动价格收益到合同的签订 甚至到生活细节 几点上飞机 几点下飞机 住哪个酒店花了多少钱 经纪人都了如之上 这也是秦浪为何手中能有这么多证据的原因 当初韩磊参加《我是歌手》节目后 韩磊的身价暴增 出场费成倍的增长 据传此时的韩磊已经不满秦浪的控制 2015年之后 据悉韩磊曾经用霸演的方式 要求主办方将支付给秦浪的收入 重新支付给他本人 而此前两人曾口头约定过 韩磊要将自己收入的20% 支付给秦浪做代理费 韩磊这几年供收入1.59亿 需要支付3500万 然而 韩磊不仅拒绝支付费用 甚至不承认秦浪是自己的经纪人 因为两人之间没有正式的合同 因此一切口头承诺都不作数 对于秦浪的举报 韩磊也是回应道 这些税务问题都是发生在秦浪与自己合作的时期 合同都是秦浪签的 如果出了问题第一责任人也应该是秦浪 有网友表示 这不是向天再见500年 这是向天再见500个胆呢 不过具体情况 我们也只能等官方通报 不好提前下结论 总之在我国秦浪行动的环境下 韩磊为何有如此举动啊 作为我国最有实力的歌手之一 韩磊的身价一点也不低啊 此前韩磊参加综艺时 曾在自己的住宅拍摄 可以看出 韩磊的房子装修非常的讲究 家具上方挂着两米多长的山水画 屋中也绰绰摆放着各种艺术品 是一个典型的收藏爱好者 从家装到收藏 几乎都彰显了自己老艺术家的身份 要说韩磊的身份呢 也是早早的就走上了正途啊 1968年 在内蒙呼和浩特出生的韩磊 年轻时就跟随着 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少年交响乐团 接连出访西欧六次 毕业后便加入了内蒙古交响乐团 1991年 韩磊来北京参加了 新人新生一唱成名 那一年之后 他几乎霸占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与已经成名的毛阿米 纳英同台演出 1997年 他受邀参加春晚 从此成为了春晚刷脸专业户 1998年 他凭借着一首《走四方》 亮相春晚 接着他上了14年的春晚 成了春晚名副其实的钉子湖 2007年 38岁的韩磊 娶了小自己 16岁的蒙古之花 张燕 两人儿女双全 生活低调 2011年 康熙王朝的主题曲 《向天再见500年》 横坑出世 不少人评价 听了这首歌 才知道什么叫帝王之音 之后 韩磊的名气 更是一路上升 2013年 与校友 秦浪合作 2018年 分道扬镳 如今身为老艺术家的 韩磊 也难逃翻车的命运 可见当初 海峡的点评 可谓是一针剑 不知道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